赖清德他应该要回去好好把宪法 把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以及相关的法律都多读一读 这样的谈话实在是非常失言 赖清德总统昨天的就此演说里面 基本上就凸显了他就是支持所谓的两国论 在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我们基本上是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那么所指的中国也是指的一个 中华民国底下的这个中国 所以呢我不知道赖清德总统他到底在说什么 在他的整片就职演说当中 他大概最想要凸显的就是两国论 那亏他还是当选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么既然不知道中华民国现在涵盖台湾地区 以及大陆地区或是我们讲的这个自由地区 与这个自由地区以外的这个地区 那么就我们现在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也同样的是称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人民关系条例 所以呢赖清德他应该要回去好好把宪法 把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以及相关的法律都多读一读 这样的谈话实在是非常失言 主持人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